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余亮护星熙亚体赛林桃出交手 2001年 林丹的心情可谓既庆幸又失落 但同时又满怀希望 庆幸的是 他在一个多月前刚刚入选国家二队 从此成为国家队主任 虽然已经是世青赛男团冠军 男单季军 但2006月国家青年队的正式名单上却没有林丹 这着实令他纠结 幸好2000年底 国家队增选了部分队员 林丹也在侵入 用林丹自己的话说 如果不是这次抓住了命的违法 真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必要坚持下去 终于进入国家二队 从此成为国字号的运动员 但林丹还是很失落 因为他的好朋友豹春兰 又先他一步深入了国家一队 在林丹早期职业生涯中 他这种身体条件很难处成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林丹都把豹春兰当作主要对手来研究 林丹经常一个人待在房间 考验观看豹春兰的技术录像 自己做分析 为了增加力量 他经常一个人在天台 挥避还用布条甩成绳子 所有的这些努力最后都取得了回报 不过成效完全显现 还要等到两三年之后 不过场上对手 场下兄弟 林丹和豹春兰的私交一直很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 能够有一个一直鞭策自己 令自己不敢松懈的对手兼队友 对林丹二人来说 都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 而同时远在大洋底岸 大马的李宗伟 就没有这样好的机会 2001年1月10日 韩国羽毛球公开赛开幕 奥运冠军吉金盆 中国名将夏宣泽 代理新秀豹春兰 陈玉 蔡鱼 参加了南丹屯比赛 你没听错 就是四大和天王之一的 风云组合的蔡鱼 原来一开始也是单打点 豹春兰 陈玉 蔡鱼 全部止步于第二 但他们的表现仍然得到了主标链李永波的称赞 刚刚晋级国家二队的林丹 没能取得参赛资格 只能在场下观看 之后的几个月 林丹参加了荷兰 德国的青年公开赛均顺利夺冠 2001年5月 中国羽毛球联赛开幕 林丹担任八一男军强力队的第二弹打 豹春来担任青岛双星俱乐部第二弹打 当时国内连赛非常冷清 林丹后来回忆到 有一场比赛连观众加工作人员也不超过30人 不过冷清归冷清 他依然是去每年全国最高水平的赛之一 5月18日 首轮比赛中 林丹凭借场上速度快 以快拉快掉 四肌起跳突击 大力扣杀 平平得手 而青岛队抱着来失误较多 很快被15比8 15比10连下来 虽然八一队最终以大比分 1比2被逆转 但这是林丹首次在高阁格赛时中战胜抱着来 四日 联赛第二轮开始 对手还是青岛双星队的 这一场比赛和首轮如出一辙 林丹以2比1再次战胜抱着来 而八一队再次被逆转 林丹的突出表现 引起了中国队时任主调链 李永波的关注 于是得以参加7月份的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 说来也是林丹运气好 6月 国际雨联刚刚通过七分之改 把羽毛球赛制由传统三局两胜 每局十五分之 改为五局三胜 每局七分之 七分之使得比赛时间缩短 比赛节奏加快 比赛的偶然性增加 同时古典运动员 从一开赛就高速进攻 亚洲球员大多以技巧性为主 他们的长处是相持能力强 耐力好 即使比分落后很多 也可以顽强改靠 而欧洲选手大多身体 素质出众 手法精良 比赛时进入状态快 往往在比赛的前半段 占据上分 所以七分之改革 看上去对欧洲更有力 正因如此 时任中国队主教练 李永波担心 七分之缺弱中国队的优势 而坚决反对 但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是 七分之追求的高速进攻 和林丹的球路过梦而合 同时七分之带来的偶然性 也加速了林丹 暴春来等一批年轻小将的崛起 大马赛上 林丹一路披荆斩棘 杀到八强 但四分之一决赛 0比3 不敌世界排名第四的 马来西亚女将 黄有福 初次参加顶级公开赛 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的印尼赛 由于当时印尼国内局势动荡 中国队出于安全考虑 没有参赛 一晃到了8月15日的新加坡赛 林丹首变以3比2的比分 将新科全一赛冠军 赛会五号种子的印童将 格比昌德条落马下 但不久就赋予队友报春来 报春来虽然在联赛输了林丹两场 但在分量更重的国际赛事中 仍然保持着对林丹的压制 经过激烈的局处 印尼名将陶飞克最终在决赛3比2 立刻马来西亚名将王宗汉 赌得新加坡赛的冠军 新加坡赛刚一结束 紧接着就是2001年8月24号开始的亚锦赛 而这时亚锦赛依然还保持15分支 前两轮林丹未遇抢手 第三轮遇到的印尼名将陶飞克 这也是两位缠斗一身的对手 首次交手 陶飞克于1999年在全英赛战场 2001年 悉尼奥运会作为大热门 参加奥运会却洗败了一几分 到了2001年 陶飞克已经完全从实力中恢复出来 这次携新加坡赛有夺冠之时 气场更是挺大 但出人意料的是 小将林丹仅仅用了29分钟 就以2比0 15比3 15比2的悬殊比分 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五的陶飞克 陶飞克赛后心情低落 以至于没有接受采访就匆匆离去 中国媒体将这场胜利润 2001年世界各大女王球赛事 迄今为止中最大的一个冷 林丹再接再厉 四分之一决赛击败大门好手赛鲁 半决赛又打败了韩国名将孙生龙 决赛和中国头号男丹夏宣泽会师 但毕竟夏宣泽老谋深算 功力老道 以2比0轻取林丹夺得冠军 纵观这几次公开赛 林丹的表现可圈可点 部分借助了作为新秀的攻击力 部分借助了七分之改革的有力影响 国际语坛一颗新星正在燃燃升起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第二回 丹本赛小将会师 酒用会 林丹真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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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